在1982年拿到最佳男主角 从此以后就是一帆风顺 1989年我拍一部电影 受伤了情是弹出娱乐圈 有很多理由他可以自爆自起 但是他没有 从受伤以后去贸易公司上班 到今天为止 感觉中都是有被判顾的 艾迪在美国的故事 请留意未来这一辑 《国粤与双声道》的《欣语之声》 《欣语之声》